要發展的經濟 還是大規模長遠的經濟 而不是貪犯經濟 柯文哲公開說 高雄是貪犯經濟就名罪 質疑柯P是不是眼紅高雄政績 高雄真的被人家酸得要死了 金銀河燈會 就整個人爆滿創架歷史紀錄 34萬人擠進去了 從來沒有高雄燈會 這麼多的日記 你知道他比去年燈會 成長了33% 但是有一個人好像看不太下去 誰 你知道人家跑去問 台北市長柯P 柯P好像很不屑就是說 他那個叫貪犯經濟 純潔廉價 高雄人潮反被成長 韓國瑜行銷有稱 柯文哲的貪犯經濟說 似乎把韓國瑜當成了家鄉敵 我們台北市要發展長遠經濟 我不是要發展貪犯經濟 好像一副很瞧不起高雄的樣子 不知道是因為太嫉妒 還是說已經把韓國瑜列為 他未來總統的家鄉敵了 不知道是有這種較勁的意味 韓國瑜的回答 其實我覺得他還滿中肯的 他說他應該寧可用 庶民經濟來形容 因為庶民經濟高雄過去太蕭條了 所以他必須要拉起來 像搶威政壇的聲量 柯皮動作頻頻 仍大輸韓國瑜 這位看片庶民經濟議員 點出柯文哲其實大錯特錯 柯文哲現在也在 召唬我們的韓市長說 你哥兄妻 只會做這種什麼攤販經濟 錯了 你從最基本的這些 人民有感的庶民經濟 韓市長有沒有在 短短的一個月之內 已經做起來了 全國的攤商 大家都想要到高雄去發財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 韓市長他個人的魅力 2020大位北坑南韓呼聲越來越高 昔日老戰友會不會變成敵人 全台灣都在看 介紹台北綜合報導